警察来了 刚才有一个红胡子在街上骚扰女的哈 我都看到一次 他准备摸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给躲开了 现在警察过来了 他就是在街上见到漂亮女的上去就摸 现在警察过去找了 估计已经走了 刚才这两个女警跟那个红胡子交涉了一下 但是没有抓他 估计从这边出来了 就是这个红胡子 刚才警察在那都没管他 就是让他走 都不管他 你看你看 警察刚好撞见 你看他又打算去摸那个女的 现在警察刚好就撞见了 你看 你说警察会管吗 很难讲的 刚才他真的摸一个 就是女孩子 但是那些女孩子都躲开了 有两个他甚至还追着两个华裔的女孩子跑 那两个女孩子就吓得就跑 你看这个黑人在说这个人做了什么 这个黑人也是目击者之一 他在跟警察讲 是什么 这些人是男人在做的 那一天就会被当中就会被打成了 这些人被被打成了 那一天就会被打成了 这下子的女孩子都会被打成了 那一天就会被打成了 那一天就会被打成了 你还会被打成了 你看那一天就会被打成了 现在就会被打成了 这些人都会被打成了 啊 这是啥啊 哈哈 哈哈 醒车停在了星巴克的门口 可能那个风湖自由走到了那一边 就差不多就下车